音乐 他是部署在 有用过Windows Azure的同学吗 这是微软的一个云平台 他的排名比Amazon要厚很多 但是他是微软提供的 然后刚才我说的多住户模式 这一层在这个架构里面是一定要具备的 然后在这个FOD 就Foreign On Demand的这个Service这一层呢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首先会有一个tenant 因为我们这里说multi tenant多住户对不对 那么在一个 刚才说这个同学注册一个 那个同学注册一个 他们注册的时候呢 首先你注册进去 背后就会有一些Service 去做这个tenant的provision 就是给你分配一些资源空间 然后这些资源空间是你自己独有的 然后别的tenant 别的住户是看不到的 就像咱们那个学生公寓以后 里面就是每人一个有一个这个room 然后呢就是monitoring auto-scaling 就是说会有监控程序去看每一个tenant里面 他的这个workload和那个tenant上所在的这个instance 他的workload是怎么样 去看要不要进行scale up 就是比如说 因为虚拟机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如果是物理机比如说我这台电脑 我发现他的memory不够用了 我要把它关掉 然后拆开 擦用内存条 但是在虚拟环境里面不需要 如果我发现他的loading memory loading很高的时候 那么我只需要就是告诉他 把这个虚拟机再加增加一个内存 或者再增加一个整个watcher machine的instance 就可以了 所以就会监控以后做auto-scaling 可以增加虚拟机的个数 也可以增加虚拟机的配置 OK 同时呢就会有 online的这个软件呢 通常他会需要有 substruction还有building 就是你在online就可以通过credit card去付 所以有building building a service OK 然后会有一些 统计数据去分析 有点像就是 第一天上课老师讲的那个 我记得有一个女同学有问 就是她可以做那个replay 就是她可以录下来 然后replay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个是可以开关都可以的 就是这个就是google analytics 这是google提供的一个套件 她也是可以做 就是可以分析 这是用户行为 比如说用户 他进了这个淘宝网站以后 他都是怎么走的 就很多这种 网站公司 他们会去分析 他的用户进来以后 通常都去到哪个page 可能走不下去了 或者就离开了 OK 这是在那个service这一层 等一下 要喝点水 大家可以先看看那个国旗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国旗是代表就说 这是主间是在哪里 就是远见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 这是made in china 是我们这个团队做的 OK 这是made in canada 这是第一天给大家上课的 那老师他们团队做的 这个团队我们也跟他们经常联系 好像跟他们大部分人是在美国的 中国也有北京和上海 有上面的看看大家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吗 国企 adual application那个是哪个国家的 对 这是以色列 website是哪个国家的 中国的 还有一个那个cloud cost management 哪里 这个国家我没有在我的前面的那个奖里面列出来 这是没有在我那个列表里面的 这是 这是捷克 捷克 我没有去过 对 以色列我也不敢去 听说经常打仗 OK 这是我们 这个开发团队里面 为什么我们说要continue integration 就好多人我们是没有见过面 这是经常会从 email 当然我们有去过加拿大的 有去过美国 有一些城市 但是有很多就是开发工程师 他们不一定 都有面对面的机会 所以很多都是通过这个工具 continue integration 做的 OK 这个是我们架构的一个详细的 一个讲解 OK 还有一些就是周边的周边的一些小小应用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software as a service model 大家就会 它是也是一个 生 就是在这个远界行业里面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模式 就是说你在构建一个software as a service的产品的时候 通常你还会用到很多 也是通过这种模式来提供服务的 的别的远见产品 比如说我们提供follow on demand 其实我们要发邮件 然后我们要提供subscription 提供subscription的话 背后要连接很多 比如说我们这边网上付款都用什么 支付宝 对 还有什么 快钱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那这种subscription和billing的 这个 就有专门这个领域做这个软件的software as a service模式的整合的厂家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生态链一样的模式 那么我们通常就会去找这些厂家 然后把它集成到我们的平台里面去 那么他们已经跟这些快钱啊 支付宝啊 还有 PayBell啊 这些还有credit card Master Visa 这些都integrate好了 OK 那我们就是subscription会跟他们 billing会跟他们整合在一起 有另外一个是通常就是我们需要这个 live chart 就是会有一些customer service 他们要跟客户去沟通的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operation window 同时客户他可以在online上面就可以跟这个operator去聊 这个就是billing integration 那么就是当有了这种生态链以后呢 你有很多就是这种service下游就提供的提供商 那么在自己做一个software service的产品的时候就有一个faster time to market OK 就是现在被做远见就是通常很少就是所有的都是从零开始 基本上不会 这个是google analytics 他去分析 比如说这个用户 大家买东西在淘宝上 淘宝就会分析这个用户他进了淘宝以后 通常可能是按一下search 然后有多少可能有100个人按search 然后只有20个人去下订单 然后还有最后只有真正有只有两三个人去out 大概是他是这么去知道就是主要的这个用户的 他这个page的flow是怎么样的 OK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提供 比如说咱们有用这个虚拟化平台 然后要监控他也有提供这样的service 就是你只需要安装一个agent 然后把这个数据收集到这个software service的平台上 就可以监控到这虚拟机的运行情况 这个alarm就是刚才大家早上在学的做那个rule 就可以follow这个alarm OK 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在这台ESX物理机上面 那么top CPU的consumer是哪些 就是有哪些虚拟机他适用的CPU最多 有哪些适用的memory最多 这是我们的具体的一式应用 可以很快的跳过去 OK 好 这是我要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Monitoring software as a service 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我就会讲一下那个课程的总结 然后关于是怎么评分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 OK 我就代表我们1234567890 我们一共来了十位老师这一次 对 我就代表十位老师 谢谢大家 这里有几个照片 可能跟他们 这人不太像 因为他们都把好的照片发给我 那个灯出去 第一个是 Jeff Warner Gay Harrison Joe Ruster 那个 这个很不像其实 对对对 他说这是他十年前照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 Steve Rosen 他本来是要来的 可是因为他临时有那个会 没有来 对 他之前有来讲过一个课 那个是我 三年前 然后那个 那个是中 中程上海来的 这样网络的同事 对 很简单 我会争取在 二十分钟 讲完这个 这个课表 就是我一直在改 然后我们有讲这个 Essential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第一天 然后 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Model Base Model Base 像这些课 Model Base 就是在Java One 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Java One的Conference吗 他们有在那个 就是传球的Java One的Conference 有讲过 两年 OK 就是传球所有做Java的这些Architect和Senior Programmer 都会去参加这个Conference 那Jeff Bonner他自己有去讲 对 Joe Rust的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有一个叫Velocity的 也是Global的Conference 是关于这种Web Monitoring 是传球的Conference 大会 他在今年会去讲这个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Virtualization 然后Database Performance Tuning 讲那个Data的同事 他其实是我们这十个老师里面 最新铁的Position的同事 他有出很多书 他是我们的Executive Director 听说他鼓励大家都配大眼镜 他说Big Glasses equal to Big Future OK 然后Network Security中 他是我们上海的 上海的负责的 负责Networking的 他也是自己 之前也是Programmer 现在他是上海这个Lab的总负责 然后Predictive Monitoring Model 听说大家是最喜欢 那个听的这个 最能听得懂的 他是在香港 但是他是我们驻海的总负责人 他就是那个 他自己就是对那个数学 Data Mining这块很有研究 星期五A人呢 有两位老师 一个叫厚松 401的是罗树 402的是厚松 厚松他是 那个 是你们广州的校友 他是华南理工大学的研究生 05年 毕业的研究生 然后厚松是福丹大学的 然后 星期六 星期六就是我们三个 定师负责Dashboard 然后Kyle也是 负责我们那个Core dashboard的开发 然后 这是我们Core的 OK 我们怎么考核这个课程 这是我们在中大第一次上这个课 所以如何考核 这个课程费了我们很长时间去考虑 不知道该怎么考核 就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大 能让大家都得高分呢 就是 经过 经过那个思考以后 决定是这么 这样比较 比较合适 就是我们评分的那个标准呢 就是分为三部分 一个是一定要上课 这个肯定是 由于一节课没上的同学 我估计 不知道该怎么给分数呢 只有有有皇强来决定 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上课的参与程度 这个我们就是从几方面去考量 比如说 今天早上有做练习的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做练习的 或者是 做了练习 而且又做出来的 就会是不同的参与程度 然后还有 问问题的 然后有些同学就想着糟糕 现在才告诉我 我原来忘记问问题了 那不着急就是 后面我会讲一下 你还可以怎么问问题 我们就是都想让大家得高分一点 OK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那个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但是后面我会讲一下如何得高分 但是一定要写英文 对 课程论文高分秘诀 OK 我们是准备 我们有十个老师 我们都会分开去 大家 我们有两百个同学 我们准备分开 就是那个 每个老师会去审核一些论文 这样子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 尽量选一个topic 你是在这个课程里面学的 无论是实验课 或者是理论课 对 我们会分给相应的老师 去改 去review 这个论文 最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选 这个topic OK 然后 这是我认为的秘诀 因为没有跟别的老 我想应该就是通常会是这样子 会比较能够得高分 首先呢 你要form a question which you want to look into 就是说你要定位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想去解决的 这个问题不在乎要很大 或者是 其实是可以很窄 或者很general 都可以 比如说我确定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 什么是 什么是 什么是虚拟化 这是一个问题 OK 要do some research 就是你要花一点点时间 去研究一下 通过看老师的课件 还有 老师的课件只是一个introduction 所以可能大部分时间 大家要自己做research 就是要看别的文章资料 然后再描述一下 你在research过程中 自己的发现 还有你自己的一些idea OK 然后draw some charts to elaborate your idea 就是你画一些图去总结一下 你学到的 或者你想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是一个流程图 或者是一个breakdown的图 我说高分秘诀 所以这些是得高分的 不是普通的 还有就是看看 are there any existing similar research has been done before 就是看看 以前有没有一些 别人已经问过这样的问题了 什么是虚拟化 这些 然后你就列出来 这些reference 然后还可以比较一下别人现有的知识 还有你新去学到的 然后我们也如果你能讲一下你是怎么做research的 其实基本上老师 因为他们 他们也写很多paper 他们有发表paper 我们都有发表一些paper 然后也有做一些conference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也许会给你们一些建议 怎么做research 然后你通常是哪些reference OK 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写名字 然后最好介绍一下你自己这样 比如说我的research area 如果你是有的话 我的research area是什么 或者比如说你有做过虚拟化的 你有做过attentient continent integration 就可以稍微介绍一下的 还有就是因为是写英文 所以大家可以用那个word里面做一个 sparing program or track 就是可以 这可以改那个错字 这个作文高分 对 没有限制制数 对 可是我想 我光是这个我就写一版的 所以大家的制数应该会超过这个 就好 好 刚才我说 就是怎么问问题 所以你可以在课堂里面问 对 课堂里面问 我们之前有记录一些 可是估计也记录不传 然后另外一个后面呢 就是还可以通过邮件去问 你可以发到这个邮箱 就是我们四个老师都会在这个 这是一个areas 都会在这个邮箱里面 对 你可以单独发给某一个老师也可以 后面我会列出来所有老师 然后这个PPT会给我们的TA 他们会放上去 所以你现在不超这个也没有关系的 然后general question 你可以发到这个有些 如果你是特别 我只想问某个老师 比如说那个香港老师 他特别幽默 我只想跟他聊一下 是可以 对 然后还有这是我们有一个 这是我刚setup有一个 dale university 就是那个同学路 因为估计大家都是来 那个不同的班 对 然后你们可以在那个同学路上注册一下 也可以放到问题在上面 我们也可以统计那个 就是大家可以 然后后面我会讲一下 这是问问题 怎么提交那个论文 今天跟我们的TA同学也聊了一下 可能到时候他们会统一先收 对 然后再发给我们 对 然后如果你想我们先看一下的话 也就是都是发到统一 发到这个campuscontact quest.com 但是待会 黄江还有陆同学会发 应该会有件通知大家 就是怎么发 因为他们要统计 OK 什么时候提交 我们是计划就是第一批 我们会在 9月27号 就是第一批 搜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给每个老师去review 所以大家在论文上面就可以写明是哪个topic的 这样比较方便我们去分发 给哪个老师 比如是datamining的还是application performance monitoring 还是software 还是networking的 OK 但是那个不是deadline 只是说我们第一批 因为有200多个作业 我们要看 所以我们会 是分批 然后这是第一批 然后所有的作业希望是在 就是过完国庆 回来以后两周 deadline 就是18号 就是最后才是deadline 所以大家就交过来就好了 这是我们怎么知道那个分数呢 我们改分都很 我们改分都很高的 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我们是 我们我不知道大家 我们现在这个 co-research的program 所以我们希望发现有一些 同学是在research方面是比较 跟我们一些方向比较match的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作业也发现一些 所以但是不是为了压低大家的分数 所以如果能做得很好的同学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途径来发现 但是一般来说那个分数都不会低 对 然后分数改好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给teacher assistant和professor 然后他们就会统计最后的最终的分数 就十月底的时候 好 然后how to keep in touch keep in touch 有两个 一个是跟老师保持联系 另外一个 如果是你觉得还是同学之间保持联系 因为再过20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 当然学校有四个同学路 可是缩修课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 然后你可以 join这个Dale University 同学路 就是在linkedin里面进去以后 你就search这个group 这是一个group 然后你就可以加进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office 好像那个guy harrison已经告诉大家 怎么从网州到墨尔本 如果你去旅游的话 就可以告诉他 给他发邮件 然后发邮件给我们 这是我们所有老师的邮件 这个PPT会议放到油箱里面 大家可以拿得到 对 就是上这种课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实验室课的 老师 然后就是最后还是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这个课是 文军院长还有得到了 所有很多学院的领导和教授的支持 另外一个也感谢黄强 Echo 张 他们都辛苦了 给点掌声给他们 还有感谢他们两的老师 允许他们来 对 Professor OK 还有感谢所有的同学 然后 然后是想给大家那个照合影 看 对 不就是站到这里 阿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